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安政说股 这是一个为你解析大马股票和分享投资知识的频道 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 马股科技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就是半导体行业啦 说到半导体行业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过类似EDA、IP、OSAT和ATE这些用词 一听上去就觉得很复杂 对,一开始我也和你们一样听到猛叉叉 不过要了解这些之前 我们首先要来认识一下半导体到底是什么 假如你还没加入我们的Telegram频道 欢迎点击以上连接加入 我们将在那里分享每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投资大小事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点赞、分享以及打开小铃铛 以避免错过我们之后任何的分享哦 简单来说半导体就是在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一种材料 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学过 导体、conductor是可以导电的 而绝缘体、insulator是不能导电的 那半导体就是刚好具备导体和绝缘体的性质 因此它的导电性是可以控制的 这也是为什么制造高端的芯片和电子器件 都要选择半导体的主要原因 目前 silicon、硅是半导体最重要的制造材料 美国silicon valley的名字 也就是因为有大量从事半导体行业和电脑工业的公司才得来的 那使用硅 而不是用其他半导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硅本身无毒无害 而且硅在地球上的含量仅次于氧 对就是Oxygen 氧气的氧 这就让半导体和芯片制造有了几乎无限量的原材料 话说回来 硅又是怎么样制造成一个完整的半导体器件呢 半导体器件的制造需要经过复杂繁琐的工序 它要经历从硅融化成硅钉 等硅钉定定型后再切割成晶圆 然后像3D打印那样在晶圆上克制出芯片 也就是把电路一层一层的堆叠起来 之后再制造好的芯片组成一起 就成了半导体器件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集成电路 这些工序所需要的制造技术不只烧钱 还烧时间 特别是芯片光刻技术 因此在世界上 很多关于半导体制造的核心技术 都是由特定国家垄断的 好了介绍完半导体 我们就来看一看半导体的产业链究竟都有什么 首先半导体的产业链分为核心产业链和支撑产业链 核心产业链主要涉及三个环节 芯片的设计 制造和封测 而支撑产业链的作用是为核心产业链的公司提供半导体材料 生产设备和必要的技术支撑 说到支撑产业链 通常就会涉及到一些芯片设计和制造的关键技术 其中芯片设计高度依赖一种高级软件 叫做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简单来说 EDA就是那种可以设计极其复杂的芯片的技术 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 要多精准就有多精准 而最出名的EDA公司就是美国的Synosis 另一个关键就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 大家都知道芯片的品质好不好取决于加工精度有多强 这就必须依赖一种核心设备光刻机 给大家科普一下光刻机是一个垄断的战略性设备 而全世界唯一只有荷兰的ASML能制造出高端光刻机 听好是唯一 而且AMSL一年只制造不到50台光刻机 每一台售价一个亿美元以上 虽然在科技设备中算不上最贵 但这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还得看人家AMSL愿不愿意卖给你才行 因此谁先买到ASML的光刻机 谁就能拥有芯片制造的钥匙 好了简单介绍完支撑产业链 现在我们来看看核心产业链到底又是什么 刚才提过核心产业链分为三个环节 包括芯片的设计、制造和封测 分别对应上游、中游和下游产业 上游产业的公司主要从事芯片的设计 其中就包括了逻辑设计、电路设计和图形设计 而这个产业几乎都由西方国家主导 大家都应该听过美国的NVIDIA、AMD、Qualcomm吧 这些公司就是典型的ICDeveloper 也就是专门从事设计IC集成电路的公司 他们并不会自己建造一个工厂去生产芯片 因此这些公司也被称为Fabless无工厂公司 这些公司就非常需要前面我们提到的EDA软件 来帮助工程师画出设计蓝图 而支撑产业链和核心产业链 几乎都是以这种方式合作的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中游产业链 那有了设计的公司 肯定就要有负责制造的公司吧 根据研究 制造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中价值量最大 毛利率也处于行业较高水平 这时就出现了IC Fabricator 或者叫做Foundry 简单来说 它就是芯片的制造商 目前市场上的Foundry都有好几种 有些公司只负责生产不负责设计 有些负责生产又负责设计 但是大家应该要知道 Foundry是一个卡脖子的行业 因为公司必须拥有最高超的设备 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光刻机 才能制造出精度最小 效率最高的芯片 而这些Foundry里面 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台湾的TSMC 台积电啦 全球几乎一半以上的晶圆 都是TSMC代工的 实力不是一般厉害啊 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整个产业链的下游 这个时候就要提到大家听到猛茶茶的 Orsat了 Orsat全名叫做 Outsource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ing 也就是负责封装和测试的企业 简单来说就是Fabless把设计交给Foundry后 Foundry不一定能够全面的完成所有工序 所以将最后一个封装和测试的工作 外包给Orsat公司 相比上游和中游产业 Orsat的业务是比较艰辛了 因为它的竞争很激烈 但是profit margin又很低 说到这个不得不提一下 我国在Orsat的业务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目前国内从事Orsat业务的上市公司 具有Inari MPI Unisam 和Globaltronics 它们主要都是帮助Foundry代工 提供半导体分链 组装和测试服务之类的 话说回来 Orsat涉及的业务很多 基本上我们把它归类为三种 即ATE Manufacturer Other Equipment and Material Supply 和 Outsource Service Provider 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ATE领域 如果大家对其他两个领域有兴趣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反应热烈 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聊 ATE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科技领域 全名叫做Automated Test Equipment 自动化测试设备 ATE主要是对IC晶片进行测试 确保它在形成合格的产品前 没有出现故障以及符合各种规范 以前的芯片检测需要大量的人工来进行 而随着ATE的发展 人工劳动逐渐被取代 芯片检测也向人工智能发展 大大提升了检测的精准度和效率 目前我国有比较多从事ATE的公司 如Bitrox, Pentamaster, Elsoft, Gritech, Mi, Amulus, MMSV等等 他们都为科技板块做出了不少贡献 使科技领域成为国内成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到了这里 你会不会觉得整个产业链就结束了呢? 那你就想的太简单了 在核心产业链的工作完成后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那就是终端用户End User的服务 面对终端用户 市场上最主要的公司都属于EMS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 电子制造服务公司 EMS的业务就是根据终端客户的一些特定合同和要求来组装 测试和分发电子零件 一些公司的EMS也包括售后、Customer Service等 反正无论如何 EMS公司就是要按照顾客的不同需求 来制造出不同设计的电子产品 如果再细分的话 EMS的业务还包括ODM原始设计制造商 和OEM原始设备制造商 目前,国内比较出名的EMS公司有VS Industry SKP和ATAIMS等等 其中,VS Industry还兼顾了ODM和OEM两个领域 总的来说 半导体产业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产业链 在今天的世界 半导体也被称为现代电子产品的大脑 无论在Smartphone 电动汽车 Data Center 都需要大量的半导体来实现核心运算和高级功能 而我国的科技公司大多都从事与下游领域和终端服务 而且正在蓬勃发展 希望未来逐渐从下游向中游 甚至上游转移 继续在科技领域发光发热 等等,在你还没走之前 小编这里正好有好康要分享给你 也就是我们BBB团队最新推出的一个地下Telegram群订阅服务 这个群组里拥有最快最准确最实用的投资股市资讯和各式各样的公司及市场分析 相信这些资讯及分析对于每天忙上忙下打工组的你再也适合不过了 因为它能够轻松快速的帮助你认识到股市里所有的大小事 并帮助你做出更正确的投资决策 包你物超所值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记得点击以下的网址查询 里面我们会详细一一为你介绍我们所包含的服务 好了今天的安生说股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拜拜